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广州港集团最新通报 6月13日市区两级疾控中心突击抽检广州黄沙片区各水产批发市场 约30多个批发零售档销售的进口三文鱼等食品样环境样共计71个样品 根据区疾控中心的反馈 全部样品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获悉 目前黄沙水产市场三文鱼处于正常交易状态 主要包括原条三文鱼批发和分解后的三文鱼批发两种销售方式 货源以进口为主 由于黄沙市场以活鲜水产为主要交易品种 三文鱼是冰鲜或冷冻水产品 因此三文鱼销量占比相对较小